哈喽大家好,我是那一回来我的频道 今天想给大家聊一下爱马仕的配合之项链篇 因为呢,之前有朋友就问说 小Q项链,凯莉和康康的话 选哪一个比较好以及颜色怎么来搭配 今天就和大家聊一聊我的想法吧 那这三个里面我们先从凯莉的小包包聊起吧 那之后的话呢,我是当时有一年过生日 想考虑说买一个包包 但是Sales就说没包 但也不好意思想说生日都没有包 很可怜,就买了一个项链 所以这个是我在最开始的时候买他们家 除了耳钉以外,最开始买的项链款 然后就是这个凯莉的满钻 然后我的感觉呢,他是比较知性的这种 没有很夸张,同时也很好看 所以像我的话,平时带了什么东西 我就是一直带它 很少变来变去,摘来摘去 除非有比较大的一万 可能会带一点夸张的 否则平时肯定都是以日常为主 那我觉得这个的话就是 没有那么高调,然后也没有那么低调 反正就是满素的 平时我穿什么衣服的话不宅 都是它,休闲也OK 然后正式的场合也OK 整体的话就是觉得还蛮好看的一个这种薄薄的形状 那再来的话呢,就是这一条康康了 那康康呢,我现在手上的这个是新款的 所以我看到之后会发现原来新款的锁头和原来的是不一样的 另外呢,就是我觉得康康的这个新款 它的钻会更大一点 所以相比于老款来说的话 它就是会更闪一点,更白一点的这种感觉 而且它就是会比凯莉的话要稍微大一点 所以它也是感觉会有辨识度一点 而且它上面有H锁扣嘛 所以有些时候你不想注意看 它也是能看到它是一个爱马仕的项链 不像这一个包包相对来说就是很低调 有些时候小一点看 可能我觉得就是一个包包形状项链 但这个的话有个大大的H在上面 就很明显 而且钻真的是蛮闪的 因为它是蛮钻的这种嘛 所以就看起来还蛮好看的 那这两个的话呢 它都是这种玫瑰金色 我总结是觉得我自己的皮肤 感觉玫瑰金和白金的话 我感觉其实在我的身上 我看不到那么类似的差别 我看到好多小姐妹 有些人说白金的话 可能冷白皮的人会更好看 那我肯定不是 但是我有时候也会觉得 虽然我不是冷白皮 我肯定是黄皮这种更多一点 但是我觉得戴白金也是好看的 那玫瑰金的话呢 也是OK 就也很百搭 所以在这个选择上 我是没有太多preference的 那就对于这两个款来说呢 其实我是觉得都很喜欢 没有哪一个说让我觉得 那么的心头爱 所以后来就都买了吧 对吧 然后再有一个呢 就是这个小Q箱面 我觉得这也是他们家买包包啊 然后配货啊 很难去规避的一个配货类型吧 因为像一开始的话 有些人会买衣服啊 鞋子啊 然后皮具啊 家用这些嘛 那这些类都买了之后 手势肯定也是一类 一步到位 然后又比较简单的这种 而且又可以常戴 那它这个的话呢 相比于刚才的这一两款来说 这两款就是非常有厚重感 因为它就是比较重一点 因为它的足筋量来说 肯定是要更高一些 所以这两款颠在手上 都是那种有分量感的 但是这一个的话 就是那种钻 其实是蛮闪蛮亮的 然后形状也很漂亮 但是它整个的 这个钥匙坠呢 钥匙坠 项链坠 就是一个非常薄的这种坠 就感觉比较飘飘的 这种感觉 如果跟前两个对比的话 它肯定是一个 比较没有那么有存在量感的这种 但是它也是比较百搭的 而且平时穿什么颜色的衣服 就我觉得都是OK的 那相比而言的话 我个人肯定是康康排第一 然后凯莉第二 然后小Q第三 如果非的要排名的话 但是其实我觉得 基本上好像都差不多的一样 话说回来 像这个项链的话 哪怕不是配货 其实我觉得它们都是造型蛮好看的 然后我很喜欢的款 只是以什么样的渠道买来说 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要另说了 因为平时的话 大家都是要拿包的嘛 所以这些肯定就是配货了 但是如果你真的就只是很喜欢项链 然后又对包包不感兴趣的话 我觉得二手的渠道 能拿到的价格真的是超级好 然后就会物超所值一些 因为真的有好多小姐妹 都是为了拿包 才买这种东西 都会折价出 所以如果单纯喜欢项链的话 买回来 我觉得还是性价比蛮高的 那今天这个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一个视频见了 Bye 2 2 3 2 3 2 4 4